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我是老王 过去我们说过非常多殡仪馆的灵异故事 像是藏仪社同事被往生者吓到不干了 还有辛亥隧道真的很阴 殡仪馆旁的鬼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在殡仪馆之中或者是旁边发生的 毕竟殡仪馆就是送走往生人的地方 所以会有一些阿飘存在 我想那也是正常的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 那万一我们真的要去殡仪馆 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避免卡因呢? 这我们晚一点会来说 而且建议一定要听 毕竟方法弄错或许可能会惹祸上身 老王曾经就看过灵异公社的一个故事 就是去殡仪馆上班 结果犯了一些禁忌 导致最后恶灵侵犯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接下来的故事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我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学胡琴 所以底子还不错 读专科寒暑假的时候 学长姐就会接我去打工 打工的地方就是殡仪馆 商家在灵堂举行告别室 我们就在旁边负责演奏乐曲 遗体从冷藏室移灵到灵堂 棺木移到火葬场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在旁边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觉得挺害怕的 冬天天亮的慢 有时候一大早 过去没有什么人的殡仪馆 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阴阴冷冷又哀伤的气氛 总让人觉得很毛啊 曾经也因为怡灵的时候 因为前面带队走得慢 被放置遗体的推车 从后面冲撞屁股 还被推车的师傅碎念 吓得我头皮发麻 也不敢回头看 在佳祭 公祭的时候 听着诗意将往生者生前的事迹 和家人说缅怀话语的时候 我每次都觉得很揪心啊 好几次还忍不住落泪啊 所以这个打工环境 真的费了好大的力气去适应 但转念一想 就当作是功德一件 送圆满的往生者最后一成 而且这份打工的薪水 钱多时间短 又是做着自己熟悉的事 做着做着也就满满习惯了 但这份工作却让我非常纳闷 不管时间长短 每次工作结束 我都会先逛逛再回去 主要是因为听别人说 去殡仪馆以后要这样 但我只要回家 一定都直接昏睡到下午 我的晚上九点睡 睡满七或八小时 却还是依然累啊 我们家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 所以我就是别人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有时候商家会在灵堂门口 放置净水和福祉 街场的前辈有说过 这个是可以互生保平安的 那我就会跟着过水晋升一下 然后拿走几张符这样 这份打工的工作 就伴随着我的学生时期 直到我出社会 到一家科技公司上班 因为跟街场的老板们 关系都不错 所以假日他们如果需要月师调度的话 我还会过去帮忙 但是因为我是基隆人 所以会以基隆殡仪馆为主 其次才是台北 没想到做到后面 竟然开始有怪怪的事情发生 一开始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总觉得耳边有不止一个人在讲话 但是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这让我非常困惑 因为公司我是用独立办公室 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任何人跟我共用房间 但是我下午都会听到 有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 好几次我问坐在外头的同事 问他们有没有听到 还是有没有人在外面说话 得到的回应都是没有 几次以后我就放弃了 接着我又不时会闻到很臭的味道 我讲不上来那种味道 有点像烧坏的腐臭味 臭豆腐还是臭老鼠 总之就是很臭 非常难形容 我一度都怀疑 难道是我有狐臭还是狗臭吗 问别人 别人都说没有味道 也忘了这种日子大约过了多久 直到有一个周五下班前 同事的男友来接他下班 他男友家里开公庙又是阴阳员 之前我常会好奇 就会追问他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久了大家都很熟 偶尔见到面也会闲话加长两句 那一天我就觉得他非常奇怪 我主动跟他打招呼 他不理我就算了 感觉刻意离我超远 还一直瞪我 我心里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甚至有一些生气 我心里想我又没有惹你 干嘛那么没有礼貌 等我东西收一收 准备从办公室离开 经过外面他女朋友的办公桌 走过他面前 这时候他女朋友一副心急的模样开口了 哎呦你要不要直接跟他讲啦 他男友用嫌弃的表情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然后很不客气的跟我说 你很臭你知不知道 他女朋友说什么啦那你料他怎么办啦 你跟他说他听得懂的话啦 他男朋友语气和表情稍微缓和下来跟我说 你最近要去殡仪馆帮忙的对吗 我点点头 他男朋友接着讲 我跟你讲 这周有空 赶快去大庙一趟 要有办事的那一种 不要拖 一定要去 我只能讲到这边了啦 只见他女朋友脸色大便 很认真的转头跟我说 哎一定要去哦知道没有 我听完整个傻了 我觉得毛毛的 我只能说好 经过同事和他男友语重心长的提醒 少一根筋的我 也觉得好像不能不管了 后来我开始想啊 到底谁能帮我啊 哪边有一庙有办事我也不知道 因为隔天周六 约好了一早跟同学们一起去阳明山上玩 所以我想说到时候顺便问问 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可以帮忙处理 第二天玩乐的过程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因为可怕的地方是从吃完晚饭 看完夜景 我们一群人坐上车准备打到回复开始 我印象很深刻 我坐在驾驶的正后方 开车的是阿鸣 副驾驶是小张 他们两个正了着天 那我旁边坐着另外两个同学 大白跟小美 在回程的时候 我就跟大白小美聊周五下班前发生的事 在副驾的小张就说了 哎呀你常去殡仪馆 身上难道都没有带一些护身符吗 我说有啊 我之前在做厂的时候在领堂门口拿的 你看这个可以吗 一边说我一边打开我的皮夹 拿出好几个黄色小符纸 在手中挥舞着问我朋友 全部人睁大眼睛的说 你那个是参加人家商事结束 要化掉近身放水流的呢 你怎么还放在身上啊 你快点丢掉啦 我说怎么办 那我现在是要把它丢掉吗 就在此时此刻 我身旁的车窗 自动缓缓打开来 我吓了一跳啊了一声 后座的人被摇下的车窗吓到 而前座的人 则是被我的尖叫声给吓到 大家问说干嘛啦 我说车窗降下来了 我没有压到啊 开车的阿民也说 我也没有压到 空气就这样凝结了几秒 没有人出声 后来大白就说 我联络我妈妈 他在松山的某某堂做义工 他假日会帮人计改 我先问问看他要怎么办啊 然后就看到大白他在打电话 讲完电话就对我说 明天一早八点去我妈妈的公庙 他会在那边跟我会合 然后一路上 我们整车的人就再也没有讲话 他们默默开车送我回到家 第二天周日一早 在过去的路上 我整个人就懒懒累累的 很没有精神 心情很郁闷 不想说话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愉快 严格说起来 又好像是有点害怕的感觉 在停车场见到大白 和他妈妈来接我 他领着我进庙里面 踏入大殿 要我跪在瑶池接母面前 这个时候 我已经开始觉得 自己莫名的头晕 冷汗直流 是在低汗需要卫生纸擦的那样 接着大白妈妈就开始进行法事 我还记得他一手压着我的头 一直不断用力踏步 另一只手不断挥舞着 嘴里阵阵有词的念没有听 然后我只知道我越来越跪不住 我头好痛整个快要昏倒 然后我开始很想哭很委屈 心里难过到爆炸 但就在下一刻 我突然觉得身体变得很松 辛酸的感觉也不见了 就好像是刚跑完10公里 抵达终点以后 然后你给我一瓶冰水 喝光光的那种舒爽感 我抬起头望向他妈妈 他妈妈温柔的对我说 没事了 神明帮忙处理好了 他们两个都走了 但你记住哦 这阵子要早点回家 晚上不要出门 你现在气场很弱 尽魂未定的我 没有多问 就乖乖的回家了 行其一进公司 一样是到了傍晚 快下班的时间 同事的男友来接同事 他看到我一改上次凶巴巴的语气 恢复以往爱开玩笑的态度 主动跑到我办公室门口 笑笑的对我说 嘿 你去咯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当然啊 他们都不在了 拜托 你不知道有多恶心 一个烧焦的 一个被砍烂的 两个黏你黏超近的 难道你都不觉得臭吗 我整个认不住 我宁可他不要跟我讲这件事情 原来不是我的错觉 真的有臭味 而且竟然是两个鬼 一左一右在我脸旁 后来同事男友说 哦 还好你有去哦 不然又玩了 我这时候就问 他们到底怎么跟上我的 同事男友才告诉我 还说是你去殡仪馆那边跟来的 不是你去帮忙的那一家 是在基隆殡仪馆三 头在地的老大 你经过他 路过就遇到了 那边你以后还是少去 我这时候就说你不要吓我 因为大白中午的时候 打个电话给我关心一下 然后讲到他妈妈跟我说 昨天帮我收掉的是 两个网身样貌不太好看的人 就是因为我去殡仪馆工作 跟上我的 跟了好一段时间 哎呀你们都不认识 他怎么会说出一样的货啊 同事男友笑笑的说 好啦现在没事就好啦 我走了 从那件事以后 我爸就严禁我再去殡仪馆打工了 而我这个鞋杠上班族 后来假日也转坐音乐教室里 小朋友的弧行老师就感觉安全很多啦 故事结束 应该还是很多人好奇 所以是因为带着符咒没拿去化掉 才导致自己被鬼根吗 其实我认为这个符咒放身上 不会有影响 不会吸鬼过来 反而是因为没有化掉近身 就好像医生开药给你吃 但是你只是摆着 这样当然不会有效果啊 所以最一开始 当事人在喊暑假的时候 就表示他觉得很累很想睡 怎么睡都睡不饱 从这边就可以猜测 那时候可能就卡到阴了 跟的时间久了 这些阿飘越来越强 跟的越来越多 才开始发出味道 甚至最后起了不好的念头 想把人带走 所以如果去殡仪馆拿到符 千万要记得化掉近身 除此之外还可以这样做 大家都知道 可以把七根树叶 大家要注意哦 不是什么叶子都有用 有用的是 榕树叶 艾草 芙蓉菊 磨草 也就是鱼针草或小葵花 把叶子放在口袋里 等离开的时候丢垃圾桶 但如果你真的没有叶子 也可以拿盐米放在红包袋里 这样也同样有效果 当然啦也有人说 可以在红包袋里面放20块 等离开红包袋丢垃圾桶 20块呢你就花掉拿去买颜料 这样也有效果 不论哪一种方式 老王只想跟大家说 这些都是辅助 最重要的是 你心中要有正念 拥有正能量 自然妖魔鬼怪 就不会想靠近你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